你覺得是編詞說得最好,為什麼? 怎樣說得好? 你覺得誰跟我說得最有說服力? 你覺得是故意是新的,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開始那時… 他好像是否有說服力? 好 接著呢 好 那有什麼其他的意見啊 中文啊 中文啊 為什麼啊 什麼叫一樣啊 什麼叫一樣啊 偉智堅他沒有說過話 什麼 他講得很有道理 講得很有道理 很詳細 很詳細 全部 你記不記得 你可以解決 現在很記得 你說可以說得最好 他說的話 你記得很深刻 是不是 記得很深刻 你可以改一個 就是說 他說 Kavin有沒有帶他 什麼時候 是對的 因為你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還有我們全部講的 可以聽到 他都記得 他都很記得 我們全部講的 就是他 聽得很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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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詐細全部 全部我們 他不喜歡的 東西 不喜歡的 不喜歡的 他反對 反對 好 我都很同意 眾賢講的 話 天賜在成長辯論裡面 的確發揮 都是有一個 很高的水平 他在聆聽方面 聽到 你們 他最有一個樣的發言 聽到 你們正哥三個同學的發言 還可以逐個反駁 而之後 再可以強調自己的論點 對 所以 而且 有舉例 有反駁 兩個都是做得很全面 所以 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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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不記得 他最後總結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力的 很有說服力的 一個點是哪一個 論點 最後 哇 哇 有很多條路 對 有很多條路 如果不讀書 不代表 不成功 只不過是 要努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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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一點 轉折一點 可能你繞得多一點時間 才可以成功 他做到 會應到的題目 所以他不是說 不讀書 不過是 有很多條路 好 好 我們 歡迎第一次 今天 第一 這個詞語是 第二 第二 就是 問你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好 剛剛有說到 你的目標 可以是你的 夢想 剛剛有說過 他們說要很重要 是要溝通 你可以一邊寫下 天賜剛剛說的 其中一個非常好的點 就是 你讀書的人 你讀得好 但是你不一定是 懂得相處 不懂得 待人處事 對 不懂得待人處事 其實你最終 未必是一個 會 未必很成功的 好了 中間你又說 退休 對 講到藉口 藉口 excuse 好 剛剛美話說得非常之好 用了很多四字詞 腳踏實地 就是 很簡單這樣做 你應該做的事 好 多彩多姿 應該我們一般都叫多姿多彩 多姿多彩 多姿多彩 即是很顏色的 Live 好 氣質就是 讀書 他說 剛才英美話說 只有讀書 才可以令到你 氣質的提升 你知道什麼是氣質嗎 有些人說 有些人是很俗氣的 即是經常問你 你喜歡看什麼電影 我喜歡看 Scarry Movie Romantic Movie 喜歡看這些 每個人都喜歡的 就是俗氣 如果你是有氣質的話 可能你是喜歡看 Phantom of the Opera 你喜歡看 Shakespeare 這些就是 有氣質 可能是高上 少許有quality 少許有質素的人 有氣質 好啦 創意 其實反方 創意可以成功的 你們在說 藝術家 其實他們是靠他們 創意成功的 其實創意不一定不合輸 創意他們可能有很多 基本的成績 幫他去發展到創意的 最後說服你很重要的 你最終的目標就是 利用你的論據 你的例子 去說服別人 所以說服力是很重要的 注意力 剛剛說到 反駁 有政方有反方 就將來不去 反駁 你不要不同意你的意見 就反駁 好 好啦 這一課 我們回去請你 選一個分論點 剛剛每個人都說了一個論點 今天請你回去 找一個你最深刻的論點 寫一篇 最少一百字的短文 用一些例子 或者你可以再找一些資料 就是用一些 quotation 一些厭命人說的話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 好嗎 你可以選擇 自由 你選一個論點 你聽那麼多人說話 這句我是最深刻的 那我就會選擇 謝謝 OK 好 起立 一百 最少一百字 謝謝